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几年不见,它变了很多 以前时髦的烫染头变成了现在的寸头 以前常穿的棒球服变成了耐脏的夹克衫 以前眼神里那股看谁都不爽,看谁都不服的劲 也突然消失了 林明才三十多岁,整个人看起来像沧桑的中年大叔 折起这些年的经历,他先是长叹一口气 然后似笑非笑地哼了一下 他说初中毕业之后,他就被家人送去了汽修厂当削途 每个月一千块,保持保住 一开始他也待不住,三天两头就想往外跑 但后来呢,厂子里来了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姑娘 也是当学徒 那个姑娘觉得他学什么都快,做什么都利索 所以总是找他帮忙,请他吃饭 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一无是处的时候 那个姑娘偏偏觉得他什么都好 可能就是这种信任感让他突然之间下定决心 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然后娶他为妻 后来他们结了婚,开了一家汽修厂 挣了点小钱 可人无千日好,话五百日红 就在他觉得一切都在变好的时候 女生突然检查出了卵巢癌 医生说情况好,能活十几二十年 情况不好,一两年 于是他把店关了 带着老婆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大医院 尽可能地接受最好的治疗 对他来说,这辈子没有别的盼头 只希望他们俩能好好的 后来他找了很多关系 终于找到了一个知名专家做了手术 现在在化疗阶段 医生说以后可能会慢慢好起来 也有可能有一天会突然恶化 但他说没关系 他说只要有治愈的可能 他就会拼尽全力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能让一个喜欢打架 斗殴 不学无术的小混混 变成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 能吃苦 能受罪的男人 仔细想想 可能是从一个年少无知 但温暖善良的女孩眼睛里 看到的光吧 在所有人都看到灰色的时候 他看到了彩色 在所有人都选择远离的时候 他选择了靠近 在他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 他选择了相信 可能就是莫名又坚定的信任 拯救了那个男生 也拯救了他自己 或许 这就是爱的意义